高雄市沿城區一所國小貨門 地上飆著紅線 禁止臨時停車 但這臺車 車輛熄火 駕駛不在車上 靠近一看 擋風玻璃有張證件 上頭寫著新竹市警察知友會 民眾打電話檢舉 發現警察到場後就離開 忍不住上網PO文爆料 報警好幾次 警方都不願處理 自家警友會紅線微停車輛 再繼續還能往哪個層級 或是哪個單位舉報呢 指控警察包庇不處理 然後當時線上巡邏群組 正在外面執行那個A3車禍的處域 他在四點的時候 由我們第二班的巡邏同仁 由本人及所內同仁前往處理 警方澄清民眾檢舉同一時間 剛好有車禍 處理完後 再過去拍照通知脫掉車 但脫掉車趕到前違規轎車就開走 之後我們會依照檢舉人他的影片 對他做進行舉單的告發 警方執法並不會有看到車證自家人 就不執法的這種情勢 警察罕冤絕不包庇警友會 但也感到很無奈 案件處理有先後順序 因為趕著幫車禍傷患聯絡救護車 人力有限情況下 被質疑包庇警友會違規停車 好委屈 記者王家慶高雄不倒